柔佛州大臣翁哈菲兹表示 他将全力推动柔佛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期望将柔佛打造成第二个吉隆坡 他指出柔佛地处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战略位置 而且跟吉隆坡相比 柔佛的经商成本降低30% 比新加坡还要低70% 因此可以多加利用这些优势 放眼在2030年让柔佛加入先进州的行列 他也表示许多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企业 都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业务 但是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土地已经饱和了 所以正在寻找其他合适的地点 而柔佛有地 而且更具成本效益 是企业最理想的选择 那温哈菲兹也补充到 政府成立了柔佛快道 简化这些凡文乳节和加快批准的程序 相信会给他人留下经商友好的印象 那补充一点柔佛去年是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周数 达到706亿令吉 那今年在第一季度呢 更是达到106亿令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